他要表演的是一個很特別的太極拳 可能大家沒有聽過 熊式太極拳 熊啊 熊 創辦人 陳雅廷先生 師傅 這是台灣的 這叫熊式太極拳 太極拳本身呢 就是跟一般的太極拳一樣 熊好 熊好 很快 好 好 好 幸好 相信大家在座各位这次太极拳的高手 那或许也献丑一下在这边太极拳的一些机器 大家要知道说为什么太极拳本身要打那么慢 最主要的原因是太极拳大家不要小看 太极拳其实是最独辣的一个套路 很多人说老人拳不好练 如果真的是会练的人有研究太极拳的人 他每一招就有杀生力 那么具体大的原因他打得很慢 原因是因为他要给他上下相学 那么上下相学的原因就在呢 在于说在你在一步相牵的时候 你的手大到你的敌人的手的时候 你在一步的时候 你的敌人是应该知道你在一步 移你的步法 就是说你一手交你的敌人的手 你的敌人不知道你在一步 所以移步的方法怎么练呢 就是在这中有的练习方法 所以看起来阿曼的原因 最主要是要练你的角力 中心节要坐在哪里 你还要很清楚 因为很多人打大意见的时候 只是在那边比划比划 可是不了解说大步的时候 这个是在练功底 练你的步法功底 好了 手轻啦 手轻就是当你更加大手推整的时候 对不对 力量应该是在隐秘 你的力量应该是隐秘的 隐秘就是说你的敌人不应该知道你的手在动 所以我们打拳的时候手就是很轻 不是没有力 收不是柔 是收而不是柔 要加密码 我们这位老兄明天就回台湾了 他刚刚好在这边有点空干 所以他来这边的时候我也叫他来表演 谢谢 好 谢谢乾隆 我们最后两项 最后一项是林玉仪表演长睡见